MING PAO TORONTO 少帅 我把人带过来了 赏他进来 真是莫名其妙 不知道施主就凭你来有何贵感 玄妙 你可知罪 慕婉 把东西给他看 这是静修师太每天在用的檀香 玄妙师父可看着眼熟 是 是凭你定期送到静修师太的庭院 有何不妥 这箱里面加了纯度极高的阳帝皇 长期使用 毒性就会一点点的侵入体内 什么毒 我根本不知道 你不知道 李副官 少帅 按您的吩咐 刑具都已经准备好了 先带出去 打二十军棍 不说实话 再继续 这位师父身子孱弱 恐怕连石棍都受不了 别 我说 我都说 檀香是我师父聪慧 让我送到静修师太院子里的 我并不清楚里面加了什么东西 那给尽元祭 传授中医术十分高明的聪慧 是的 我的医术也是聪慧师父教的 师父元祭之前就已经得了重病 元祭前给了我一些檀香 吩咐我每月送到静修师太的院子里 檀香这种东西 还让你特意送 你就没怀疑有什么问题吗 当然我怀疑过 所以我刚才才会那么害怕 但是毕竟是师父吩咐的 我照做就是了 师太 你们可是出家人啊 罪过 皆是罪过 两位施主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那个聪慧 到底和静修师太有什么仇 静修师太一心修行 在寺内人缘极好 确实想不出为什么师父死了还要害他 死人 难道线索就这么断了吗 对了 聪慧有没有留下什么随身物品 或者你还知道什么关于他的东西吗 师父缘继后所有的东西都跟他一起被烧了 再有 我听说师父好像是平定县出身 平定县 平定县 怎么了 四姨娘的老家 就在平定县 万万 你之前的猜测 或许要成真了 你最好派人去平定县查一查 查是要查的 但是在那之前 我们还要带着母亲 跟我一起回连城 说到这件事 我有个好主意 真是个鬼机灵 就按你说的办 阿行 你现在与杜军断绝关系 无异于自决后路呀 只有我这么做 母亲才有可能和我回连城 二十年了 我们母子之间 还能有多少个二十年 阿行 我们在劝劝母亲 说不定 她会改变主意 这也是她的演技 不要再说了 我心意已决 这就和母亲说明白 我们这么欺骗母亲 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啊 我看刚才某人演得 很是投入 我都分辨不清了 哦 我明白了 少帅嫌我是个善于演戏 难辨真心的坏女人了 胡说 我从未怀疑过 你对我的心意 嗯 我知道 我也是 我也是 你不是 我也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